好同学们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第几题了 第二题 第二题对不对 来看第二题啊 某台空调按照30%的利润定价 它是不是按照30%的利润率定价呀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成本是1 它的定价是几 定价是 1.3 1.3对吧 对 它按照30%的利润率定价嘛 想赚成本的30%对不对 是 所以如果成本是单位1 它的定价是不是1.3 结果发现怎么了 卖不出去 换季的时候促销打八折对吧 就打折了 打完八折以后 这个时候我估计好慢一点了 是吧 它发现能赚100块钱的利润 是吧 请问这台空调的成本是多少钱 最后的利润率是多少 对吧 算成本是多少钱 这个一般商家不愿意让你知道 是吧 知道了就一看 这家赚这么多钱 就不买了是吧 是 咱给它接一下密 看看成本到底是多少钱 咱看一下第一问 一般情况下 这个题涉及到成本了是吧 因为你没有成本 你就不知道利润 利润率是30%吗 对吧 咱把成本看成单位1 这时候你想定价就是多少了 定价就是1.3 对 刚才咱算了个事 定价是不是就1.3了 结果发现怎么了 那它干嘛 打折 打折导致售价变了 这个售价是多少应该 8折 8折1.3乘以8对吧 乘以0.8 是吧 1乘以0.8 是不是就0.8 是 0.3乘以0.8 0.24对吧 所以这时候 0.8加0.24 是不是1.04 是 能明白吗 这就卖出去了 对吧 而且还赚钱了 赚了多少钱 100 100块钱 Money 是吧 到手来 咱不管它赚多少钱 先说看着黑板上 这几个黑洞洞的字发呆 你知道它的实际利润率是多少吗 它想赚多少钱 想赚30% 它想赚30%对吧 但它实际上赚30%了吗 没有 没有 它的实际利润率是多少 4% 4% 你太聪明了 怎么算出来的 雪斌怎么算出来 1.04减去1 1.04减1对吧 售价是1.04 1.04减1 这是不是相当于利润 是 利润除以成本 成本是不是就1啊 你除不除都无所谓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不是等于4% 是 聪明 所以这个题如果单纯问第二问 我就不往下做了 做什么呀 我管你赚100还是1000的 跟俺有关系吗 没有 俺才不管你呢 对不对 跟俺没关系 但是这个题还问什么呀 这才空调的成本是多少 对吧 所以这个你读出来的是 第二问的答案 要算成本也简单 这个是单位1 这个是1.3 这个是不是1.04 它是不是赚了0.04 是 这个0.04 是不是就对应的100块钱 对吧 是 所以这个成本的0.04 也就是成本的4% 就是赚的这个100块钱 对不对 是 所以100除以4% 是不是就完了 嗯 除以4% 也就相当于乘以多少 嗯 乘以 除以1% 是不是就除以25分之1 是 除以25分之1 相当于乘以多少 25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250内元 嗯 就完了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把这个空调报复价 翻译是10个250 是吧 懂了吗 嗯 那这个题我讲到讲到这儿好不好 好 还是导致 成本 这个定价 售价 例如这几个关系之间的关系 对吧 嗯 好了 这个题详细的解决过程 你看一下啊 跟咱刚才一模一样吧 是 接下来就这么个东西 就完了 对不对 嗯 当然你说老师 我实在理解不了 这是一种分手应用题的思想去解 对吧 嗯 因为老师这个往我学的不好 你永远别忘了 郭老师说过一句话 我对自己说的话 还是比较负责的 对吧 嗯 我说什么是解决问题 性价比最好的方法 嗯 还对吗 设X 设X 对 那叫方程法 是吧 嗯 方程法 你可以设这个空调的成本是X 对吧 是 成本是X 定价是不是就1.3X了 嗯 定价是1.3X 售价是不是就1.04X了 是 这个过程完全跟着一样 只不过多了个X 多了个X 又好理解很多了 是吧 嗯 所以他是不是就赚了0.04X 是 赚了这个0.04X 是不是就相当于100 X就出来了 它就等于2500对吧 嗯 能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 明白 分数应用题就这么急 设X就这么急 都一样对吧 嗯 懂了吗这个题 懂了 好了 关于这个题 我想说的就这么点事 经济问题几个关键词 集体之间的基本关系 这个必须得搞明白 是吧 嗯 一般情况下 有一个成本 有了成本以后 按照预期利润 知道什么玩意叫预期利润吗 嗯 就是做梦的时候那个利润是吧 白日做梦 它的预期利润就是30% 你看是不是 是 它想赚30% 嗯 你看啊 由于有预期利润 我简写了叫预历 好吧 嗯 由于预期利润的干扰 它就能转化成定价 根据它 它是不是就出来定价了 是 定价卖不出去 所以有一个打折的事 这一打折 它是不是就出来售价了 嗯 当售价出来了以后 利润也就有了 利润率也就有了 对吧 是 一般都做起这么一个过程吧 嗯 能明白吗 明白 哎 好了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啥 分手应用题 两个关键 第一个叫统一单位一 对吧 嗯 单位一 那一捧啥去了 统一单位一 再一个叫量率对应求整体 是吧 是 这个回头复习一下 以前咱都讲过 行吧 嗯 那这道题咱就到这了 希望备不得起 masala kelu 唯一 参 参